好,我们看一下第九题 1到600的所有正整数,13的倍数有几个 那我们要把这些倍数的总格给算出来 那我们知道呢,1到600呢,总共有600个数字 13的倍数有几个,我们就把它注意13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4、3、12、52与80 6、3、18、78与2 所以我知道呢,13的倍数有几个呢,有46个 那再来这些倍数的总和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呢,第一个是13嘛,再来是26嘛 好,再来是点点点 那最后一个就是13乘以46嘛 这是64,24,638,78 好,598 这是我13的最后一个数字 总共呢,有46个 那总和的话就是计算这个S46嘛 上底加下底 利用那一个提琴公式嘛 上底加下,乘以高 除以2 这个就是我的总和了 那我们去把它计算一下 13加598是多少呢 598加13 611 我们把611去乘以23 313 1822 12 所以它是14053 好,这就是第9题 5125 123 123 123 156 169 178 178 18191